朋友们 我点了一把零二块钱的烧烤 咚咚咚咚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的天哪 我点了 烧烤点了这么多吗 好吃 夏天就要吃烧烤 吃烧烤喝啤酒 吃烧烤 我现在吃烤了 吃烤的 麵包片 烤麵包片是甜的 麵包片应该是用蜂蜜烤的好像是 很香 烤麵包片 是有好是 累过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吃個大烤箱 這烤箱好大 有點辣 我最近在看一個綜藝 韓國的薑食堂 我超愛這個綜藝 韓國的薑食堂 我超愛這個綜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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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愛的 我超愛這個綜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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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愛情 我超愛的 很酷 还点了烤完豆腺 中西都要有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这是前一天到今天的第一顿饭 今天带狗子去复肠 然后又是忙了一天 就没有来得及正式的吃饭 因为中间我也吃了点饼干傻了 这家店好好的东西都要两份 我还点了个南瓜饼 我想看烤南瓜饼是什么感觉 好吃啊好像没有那么甜 因为它外面那个调料它是咸的 然后里面馅是甜的 所以中和起来 馅料就没有那么甜 这个夹到后面还是挺好吃 一开始进口的时候太刺激了 又咸又甜又辣 还不错 这也可以作为那个小甜点 放在最后吃 我觉得馒头 裹上那个鸡蛋液 然后下油锅炸一炸 超好吃 以前我妈是经常炸给我吃 但现在好像吃馒头的机会好少 这个馒头上可以看到那个 没有化开了 没有化开的那个盐力 是馒头太干了 没有吸收进去 我觉得小海这个东西还是 比较经常吃 偶尔吃一次是没问题 因为它那个盐好像太重了 就是调味料太重了 然后你吃完之后就特别渴 我吃的也不多 第一是因为它太贵了 第二是因为每次吃完它 它之后就会变得很渴 但是 时间一长不吃 就有点馋它 今天晚上纠结很久 不知道该吃什么 我买了一个假扒套 但我不会戴怎么办 我只是初一号起 然后买了一个 它那个是整个头戴上去的 我试了一下子 就总感觉好像没有带对 就总感觉好像没有带对 不味道 然后我去问客服 客服没有回我 这个小鞍唇 大家也没有吃过 这个小鞍唇 就某音上面很火的 有一个什么南京鞍唇姐 鞍唇大表姐 还是什么来着 我记不得了 然后 它烤了 它去 它是炸鞍唇的 然后炸了那个鞍唇之后 好像火了 然后 我就在那个 附近的那个烧烤摊 油炸摊 都看到了炸鞍唇 我就觉得这个鞍唇肉特别紧 今天我这个是第二次吃 嗯 就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才点 其实我个人觉得鞍唇这个肉好紧啊 就是 像是见过生物那种鞍唇 身上都是金瘦肉的感觉 好紧 我不知道吃的 对不对 就是吃的这家好不好 反正有点太紧了 哎呀我天 我把垃圾袋直接放在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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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肉了 就是这个肉啊 比较紧 看起来小胳小腿的啊 肉比较紧 一半支流给我男人尝一下 这是烤全吃 我超喜欢吃烤鸡翅 烤鸡翅超级香 小菜 鸡翅最较猛猛 很可怕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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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是否真的太不熟 就是那些雞蛋 是亡日益吃的 很美 夏天 夜裡有廟 丸廟 永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鱼豆腐 今天这个真的有点辣 我到我们四股水 把干脹 鱼 PCB 鶂皮 黄面 鸡肉 鱼阿玉 剩下的有点吃不完 我要给我男人吃